0403花莲大地震也重创校园 其中创立超过70年的玉山神学院 有四栋建筑物受损 让外甥下的不敢进宿舍睡觉 另外受灾最严重的是东华大学 除了实验室大火 造成建筑跟仪器受损 再加上300间的宿舍 还有1700床也毁了 粗估灾产高达20亿 但现阶段募款的金额只有2000多万 消防业拜托各界多多帮忙 403长镇当下 东华大学图书馆的书架剧烈摇晃 不止书本掉落 连书架都震到断裂变形 直接解体 天花板的青钢架也瞬间大量砸落 灾情同样惨重的还有学生宿舍 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天花板被震碎成一块一块砸下来 浴室的玻璃也整片毁了 连马桶都倾倒 宿舍受损的有300间 一共1700床 同学目前只能占助在 慈激基金会搭建的环保隔瓶 再加上理工实验室起火 不止建筑物的结构有影响 仪器设备也几乎烧光 灾损是评估出来是近20亿 大概四五天内 我们大概募款到 竟然是2000万附近 以这个金额 我们希望至少多一个零吧 这是我们的预期啦 希望的就如此啦 募款金额跟校园灾损数字 还有很大落差 目前看来还难以指引修复工程 校方希望各界能够多多伸出援手 另外位在花莲的玉山神学院 屋内墙上的水泥崩落 露出里面的红色砖块 裂痕甚至延伸到墙角 走到室外 柏游路面更是出现了一道长长裂缝 我们学校就有两个 缅甸的外籍生 他们是吓到就是不敢睡房子 我们学校是在山坡地 那前几年就已经发生 地质有开始滑落的现象 那这次的地震就加剧了它的倾斜度 有着78年历史的玉山神学院 成校师生一共70人 这一次强震造成了四栋建筑物受损 轻微部分师生一起先修补 但地质滑落 要等专业技师评估后才能进行修缮 记者综合报道